重生回到从黑玉出来那天 我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 我不在意同门的目光 第二件事 我将师兄送的我最珍贵的法宝 转送给了小师妹 第三件事 我自费了全身修为 亲手斩断与师兄们和师尊的所有过往 接上集 紫薇真人惶惶不安之际 秋双等长老与于昭已踏上正殿的阶梯 前面便是清风门的正殿 我们先去拜见掌门 再坐下来一续 于昭点头称好 紫薇真人听到外面传来的说话声 眼神闪烁 好像不是来找清风门麻烦的 他是不是不用跑路了 犹豫间 秋双等长老进入正殿与他见礼 于昭被他们簇拥在中间 也一起行礼 紫薇真人一开始并没有留意到于昭 正想询问是谁想要见他 于昭突然抬起头 两人目光相对 皆是一惊 于昭惶是因为 他曾在画卷上 见过这位清风门的现任掌门 画卷的主人用了极大的心力 来描绘水清月传到授业场景 旁人则寥寥几笔带过 但有一个人 因为距离水清月的位置最近 得以露出半张面容 就是这半张面容便足以让于昭认出 那人便是眼前的紫薇真人 而紫薇真人惊讶就很好理解了 凡是认识水清月的人 在见到于昭时就没有不吃惊的 两个人实在是太像了 就算秋双等人明知于昭不是水清月 但见到他的脸 偶尔还是会忍不住恍神 公 公主 紫薇真人脱口而出 而后面色微寒 不 不对 你不是水清月 你是谁 在下于昭 于昭的回答 并没有令紫薇真人紧绷的情绪松缓下来 反而愈发警惕与忌惮 你和水清月有什么关系 你来清风门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话急不客气 秋双等长老皱了皱眉 欲言又止 紫薇真人是在怕我 为什么 就因为我和水清月长得极为相似 难道当初水云公遭难一事 和你有关 人见我一池 我见人一仗 紫薇真人对于昭极言利色 于昭自然也不用给他好脸色 两人初次见面 氛围就剑拔弩张 满口胡言乱语 我看你就是不怀好意 请你离开 我们清风门不欢迎你 紫薇真人勃然大怒 拂袖喝道 掌门息怒 于昭并非有意冒犯 秋双长老急忙站出来 替于昭说情 其余长老也连声附和 还有人不断给于昭使眼色示意 他主动认得错 于昭默了默 也不想让长老们为难 抱拳道 紫薇真人 刚才是我言语无状 多有得罪 还请见谅 哼 掌门 于昭既已认错 你又何必得礼不饶人 是啊 于昭与公主长相相近 必定是血亲关系 论起来与我们清风门也颇有渊源 就让他留下吧 掌门 您高抬贵手 让于昭留下吧 让于昭留下吧 最后所有人的声音都会成一句话 让于昭留下 紫薇真人气急返效 好啊 好啊 你们都是好人 倒是让我一个人来做这个恶人 你们难道忘了二十年前的那场灾祸吗 我既是清风门的掌门 就需要为清风门上下所有的弟子安危负责 此人来历不明 又无法说出与水清月的关系 绝不能留 紫薇真人的话让在场的长老们 瞬间回忆起二十年前的那一场落梦 那本是寻常的一天 公主在练功场上指导他们修行 突然乌云压顶 如浪潮般的敌人 从水云宫的各个入口攻上山门 喊杀声 撕打声 乃至轰鸣声络绎不绝 直至今日 清风门的各处都还留下上次战斗的痕迹 原本还觉得掌门不计人情的他们 再也说不出反驳的话 只能用歉疚的眼神看着于昭 于昭顿顿时明白 他今日是不可能留在清风门 他没再说什么 环视众人一眼后 毅然离去 秋双长老下意识往前追出两步 不准去 紫薇真人的贺耻声 顺着微风传到于昭的耳里 于昭意味不明地扬了扬嘴角 脚下的速度不由又加快了几分 一夜 秋双坐在院落中的秋千上 举杯毒镯 他生得漂亮 微醺的红韵服在脸颊上 又增添了一抹独特的韵味 公主 你怎么还不回来看我呀 他微眯着眼睛 嘟嘟囔囔 不知在说些什么 夜风微凉 掀起一阵冷意 秋双长老打了一个寒颤 他举起酒壶 扬起鲜肠的脖梗 嗯 意想之中的酒水并没有到来 他低下头 一只修长有力的手 正稳稳拖住酒壶 再一看 站在眼前的 赫然是不久前被赶出山门的于昭 秋双长老的酒意 看出于昭是不想多说 秋双长老也没有在追问 而是让挥手示意于昭跟着他 一起进入书房之内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但在此之前 我也想问一问你的身份 于昭便捡了两三个 具有代表性的是说了说 比如他自幼无父无母 后来加入五行道宗 才侥幸存活至今 听到于昭竟然是五行道宗弟子 秋双长老欣慰不已 他胆态道 你是有大造化的人 难怪会找到清风门来 只是可能会让你失望了 我加入水云宫的时间 算是所有长老中最短的 不过我可以将我知道的 一并告诉你 至于其他的 恕我爱慕能助 然后秋双长老就给于昭 讲述了他与水清月相识的故事 抛开秋双长老长篇累读 赞美水清月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自容出色的女修 不愿意为人掳顶 被人追杀 最后被水云宫公主救下 并收留的故事 公主很少向我们提及她的身世 但我们都知道公主有一个哥哥 不过他们从小失散 早就失去了联络 公主之所以成立水云宫 一是为了能够给不愿四处漂泊的女修 提供一个庇护之所 二则是希望通过水云宫的影响力 能够找到七人的下落 可惜公主没有等到那一日 二十年前的那场巨变 不仅将公主多年心血毁于一旦 公主自此下落不明 秋双长老没说的是 所有经历过那场灾难的人 东莫为水清月 已经在二十年前陨落 毕竟他当时为了掩护剩下的人撤退 几乎是用不要命的打法 也正是因为水清月的舍身忘死 他们才会在逃离此地后 又不愿而同回到这里 延续水云宫的传统 成立一个新的总门 此举有很大的风险 他们并不知道 当年的那些人还会不会卷土重来 但他们依然坚持这样做 如今 清风门虽然没有成为远近文明的超级势力 但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唉 其实掌门才是最早跟随在公主身边的人 他知道的也比我们更多 秋双长老摇了摇头 只可惜掌门对于昭的承见太深 不愿意与他交谈 于昭并没有接秋双长老的话 而是问 水清月有来往过蜜的男子吗 秋双长老古怪的看了于昭一眼 当然没有 公主截身自好 向来不喜情情哀哀的小事 不管是以前的水云宫 还是现在的清风门 向来只收女弟子 以前还有上门闹事的羞氏 骂水云宫是尼姑安 于昭莫名觉得心口中了一件 他叹了一口气 果然 想要找到与自己身世有关的线索 没那么容易 根据秋双长老所述 水清月在这世上 除了一个下落不明的哥哥 再无其他亲人 他又不与男子来往 不可能无缘无故怀有身孕 于昭与他的关系依旧沉迷 看来他只有找紫薇真人问一问 看能不能得到其他的线索 至于紫薇真人愿不愿意见他 于昭想 他有的是办法让紫薇真人无法拒绝 当年攻打水云宫的那些人 你们知道是谁吗 于昭问出最后一个问题 不知秋双长老哭笑 他们从未见过那些人 更不知他们为何要来攻打水云宫 当日的一切都来得那么粗不及防 让他们毫无防备 能掌握的情况都掌握得差不多了 于昭便提出告辞 秋双长老不舍地看了他一眼又一眼 过了好半场 他轻声问 我能抱你一下吗 于昭歪了歪头 张开双臂 下一刻 带着女子心香的温暖躯体 落入怀中 秋双长老哽咽的声音 在于昭耳盼响起 于昭 谢谢你 不客气 于昭笑了笑 我很高兴能够帮您完成心愿 秋仪 于昭离开秋双长老所在的院落 又潜入夜色 无声向紫薇真人的住所逼近 他不会隐匿踪迹的术法 但幻术能够达到异曲同工的效果 因此 他一路走来 无人察觉 他花费了一些时间 来寻找紫薇真人居住的地方 就在他终于确定具体的位置时 一道黑影从紫薇真人的房间中闪了出来 又纵身一跃跳过围墙 直奔清风门后门而去 于昭一惊 既然有人与他同时夜闯清风门 他心下存疑 毫不犹豫就跟上去 对方的速度很快 而且对清风门的道路极为熟悉 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碍 便从后门逃之夭夭 如若无人之境 于昭坠坠在他的身后 导致不远不近的距离 通过他的观察 这个从紫薇真人房间中跑出来的神秘人 分明是一个男子 而清风门门门归第一条 便是不准男子入内 看对方熟练的动作 显然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往清风门 一个男子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屡次出入清风门掌门的房间 对此 紫薇真人 是知还是不知呢 于昭眼中闪过一丝玩味 神秘男子一口气跑下山后 紧接着又往隔壁的另一座山林而去 全程没有停歇 于昭默不作声地跟在后面 他有一种预感 他也许会发现一件了不得的密闻 清晨 天光大亮 小红捏手捏脚地走出房间 坐贼似的左右看了看 一路小跑溜去后厨 将他藏的石盒 从墙角堆放的杂物中跑出来 然后趁所有人还在睡觉的时候 他抱着石盒 从飘香茶楼的小门溜了出去 走在回家的路上 小红眼睛弯成月牙 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 茶叶让他这段时间 老是待在茶楼里不准乱跑 弟弟也由茶叶找人去照料 但小红总是放心不下 没他在身边 弟弟们肯定会不习惯 他就回去看一眼 真的只看一眼 然后把前辈留下来的石盒 交给弟弟们 他就回来 茶叶也不会知道的 小红居住的地方 在南明城的南方 也是南明城中环境 最脏乱的地方 他熟门熟路的 避开行道中的杂物 以及不怀好意的邻居 没有惊动任何人的注意 顺利回到家中 说是家 其实就是一个 可以替他们遮风挡雨的 破败房屋 四面都在透风 有时下雨屋里面的东西 都会打湿 不过小红很知足 他们现在的条件是差了一些 但等他再长大一点 找到一个能多挣零食的门路 家里的日子就会好过很多 说不定以后他的弟弟 也能够成为像前辈一样 厉害的修饰呢 小毛 小豆 小溪 姐姐回来了 快看 姐姐给你们 带什么好东西回来了 小红捧着沉甸甸的石盒 笑盈盈地走进房间 房间内空无一人 也没有弟弟的回应声 小红正觉得奇怪 他的三个弟弟 却从侧屋中跑了回来 指着他一脸兴奋道 但人 他回来了 他就是小红 小红脸上的笑意瞬间凝固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本能反应促使他转身往外跑 刚跑两步 他的双腿就被一股 无形的力量束缚 然而他的上半身 还在做出奔跑的姿势 砰 他狠狠摔在地上 手里一直捧着的石盒 也滚落出去 小红觉得头晕晕的 还很痛 他伸手一摸 一手的血 姐 你跑什么 大人是来找你问话的 小红姐 你赶快和大人说 清楚你这几天去了哪里 大人就会给我们一块 中品零食当做酬谢呢 嘖 笨手笨脚的 真没用 小红的三个弟弟围了过来 蹲在他身边叽叽喳喳地说道 没有人注意小红额头上的血 还在鼓鼓往外冒不停 小红乐乐地张开嘴 想要说什么 脑子嗡嗡作响 令他一句话也说不出 这时 他感觉自己的衣领 对人用力提起 他艰难地抬起头 映入眼帘的是一张 慈眉善怒的笑脸 你就是小红吧 老者的年纪和茶爷爷 看起来差不多大 连笑容都极为相似 小红下意识放松了警惕 愣愣点头 好孩子 告诉爷爷爷 那天和你一起 去了娇人阁的女子 后面又去了哪里 见了什么人 你只要告诉爷爷 爷爷可以给你一块中品零食哦 有了这块中品零食 你和你弟弟 就可以搬去一个 宽敞温暖的大屋子了 老者寻寻善诱道 三个小男孩 也一脸憧憬地看着小红 小红到底不是七八岁的孩子 能够察觉到老者的不安好心 他扯下眼眸 结结巴巴道 我 我不知道 老者慈爱的面旁 瞬间阴沉下来 一股煞气从体内爆发 原本就摇摇欲坠的房屋 在气浪的冲击下轰然倒塌 掀起一阵沉烟 三个小男孩也贪婪在地 瑟瑟发抖 小红只觉像是对人掐住喉咙 呼吸不畅 一张小脸障得通红 小孩 撒谎可是不好的行为 老者威胁道 你也不想为了一个陌生人 而葬送自己弟弟三条性命吧 小红猛地抬起头 用带着哭腔的声音哀求 大人 求求你 放过我弟弟 他们是无辜的 无辜不无辜 可不是你我二人说了算 老者说话时 往前迈出一步 又脚不偏不倚的 踩在小毛的手背上 小毛顿时发出 撕心裂肺的哭泣声 哇 姐 救我呀 救命 小红又心疼又着急 脱口而出 我说 你放过我弟弟 小红说出这句话后 自己都愣了一下 他真的要出卖前辈吗 但眼下的情况 根本就没有 给他太多思考的时间 老者只需用 三个弟弟的性命来威胁 他就竹筒倒豆子般 把所有该说不该说都说了 连飘香茶楼和茶博士的事 都没有隐瞒 老者朝远处打了一个手势 立刻有人去验证 小红话语的真实性 而这些小红都没有注意到 他正将三个弟弟 从地上扶起来 心疼地拍打 他们衣服上沾染的灰尘 小夕不耐烦地撅着嘴 低声抱怨道 你早点说不就完了 拖拖拉拉的 真费劲 小红抿了抿唇 一脸心疼 对不起 三个弟弟哼了一声 谁也没有理他 不一会儿 老者派出去的人回来了 快步走到老者面前 向他禀报调查结果 老者点了点头 往地上扔了一块中品零食 直接带人走了 三个小男孩 如恶狗般扑上去 为了一块中品零食 打得头破血流 小红第一次没有去劝架 如一句行尸走肉 僵直在原地 脑海中不断回荡 前来报信的人的衣角上 那一抹鲜艳的红色 他好像做错事了 另一边 于昭跟随神秘男子 一路跋山涉水 最后在一处瀑布前停下 男子脚尖一点 整个人便冲进瀑布之中 便再也没有动静 一个宽敞潮湿的通道 地面上还能看到 一串未干的脚印 他踩着斜鹰落下的位置 往前走 速度不快 但每一步都落得极为小心谨慎 随着往里深入 通道竟然逐渐收缩到 只能容纳一人通行 好在通道的距离不是很长 于昭又往前走了一会儿 便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 小兄弟 听我一句劝 你就别这样了 他现在不勉强你 不过是正在信头上 你若是一直不肯答应 他可不会继续纵你 他不是娇滴滴的女子 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于昭脚不顿住 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 让他死了这条心吧 我就算是饿死 一头撞死 也绝对不会屈服于他的 一道桀骜不驯的声音 在山洞中乍响 即使还未看见本人 于昭都能想象到 对方现在肯定是昂得下巴 一脸不服气的模样 小兄弟 你又何苦呢 你是男儿 做这种事又不会吃亏 何况若不是他从路边 捡到受伤的你 你早就一命呜呼 哪里还有力气在这里叫嚣 以你助击后期的修为 怎么和金丹修是抗衡 你还是从了吧 放屁 我晕倒前 早已服下疗伤的丹药 没有他 我也死不了 他这是趁人之威 卑鄙 无耻 下流 他要是赶来 我就和他同归于尽 于昭听了一会儿 也算是听明白了 这山洞内一共有两人 一个就是前不久进入的神秘男子 而另外一个 则是被关押在此地的暴躁男子 神秘男子 此时正在劝暴躁男子 和一金丹女修双修 暴躁男子誓死不从 并扬言要一命换一命 神秘男是从紫薇真人的房间里出来的 难道他口中想要霸王硬上弓的金丹女修 便是不苟言笑 大义凛然的清风能掌门 嘖嘖嘖 于昭摸了摸下巴 看不出来啊 紫薇真人玩得这么话 修真戒若入强时 强者为尊 女修实力不济 便容易沦为男修的颅顶 若男修实力不济 自然也会成为女修采阳补音的对象 于昭对此见怪不怪 只是既然遇上了 若是不帮一把 好像有些不太说得过去 于昭又用神识扫了一遍 确认石洞内再无第三人的踪迹 他迈不进入山洞路内 山洞内部空间很大 中间是一片空地 四面凿出了单独的洞穴 暴躁男子 恰好被关押在山洞路口对面的洞穴之中 此刻正情绪激动地 向神秘男控诉他的愤怒 神秘男则背对着于昭 有一搭没一搭地点着头 看似附和 实则极为敷衍 暴躁男子 哦不 应该是暴躁少年 他的岁数看起来比于昭想象的还要小一些 他拧着眉 一双细长的单缝眼中 呈满不屈的神色 鼻梁又高又挺 双唇不耐烦地紧拧着 许是长久没有打理 头发松散地披在身后 自有一股桀骜不逊的气度 于昭见到 他突然就理解紫薇真人 为何想要将其占为己有 奥躁少年骂得兴起 余光一瞥 突然发现出现在山洞中的余招 惊慌之下 他险些咬到自己的舌头 狼狈地咳嗽起来 咳嗨嗨 他一边抓着关押他的铁栏 死命咳嗽 一边睁大眼睛 死死兵的余招 不一会儿 一抹红韵 悄悄爬上他的耳后跟 并且有逐渐向外蔓延的趋势 神秘难疑惑地看着他 怎么这么不小心 自己还把自己枪到了 他对于这个 与他抢夺子为真人 宠爱的少年 观感很复杂 可谓既同情又嫉妒 看见他眼泪都快咳出来了 忍不住关心了一句 暴躁少年依旧说不出话 然而脸上的愤怒 不甘通通化作一股更复杂的情绪 原来救下他的女子 长这副模样 那他也不是不可以考虑 嗯 毕竟老话都说大恩大德 无以回报 只能以身相许 但娘也说过 男孩子还是要矜持一些 不能随随便便被女人哄去 暴躁少年极力想要绷着脸 维持高冷 然而一双眼睛 却是控制不住 往于昭身上挑 他怎么还不主动和我说话 难道是在等我服软 我现在开口 会不会显得心急了一些 暴躁少年心里都快纠结死了 神秘男在迟钝 也察觉到暴躁少年的眼神不对劲 他猛然转身向后看去 神色大变 你是谁 暴躁少年的脸色也变了 你和紫薇真人是什么关系 于昭不打反问 神秘男听到紫薇真人四个字后 立刻意识到他们的关系暴露了 想也不想 便朝另一个通道逃去 给我回来 实力差距太过悬殊 于昭不需动用幻术 神势一动将神秘男 禁锢在原地 神秘男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前辈饶命 我从来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 还请前辈恕罪 放 你胡说 你助纣为虐 火同他人囚禁我 姐姐 你千万不要放过他 道教少年一听 也顾不得羞愤 跳脚喊道 一头乌黑的长发 在身后晃来晃去 冤枉啊 我 我也是被逼的 神秘男大声叫驱 驴昭挑了挑眉 姐姐 这个少年 这么自来熟的吗 把你的名字 和紫薇真人的关系 如实说来 我可以考虑放你马 我说 我说 我叫马成才 是南明城中的一个散修 七年前 偶然间和紫薇相识 然后我们互生情愫 便决定一起双修 因为紫薇是一派掌门 不方便外出 所以我便趁着深夜 进入清风门 与他私会 除此之外 我真的没有干过其他坏事 马成才甘愿替紫薇真人 笼络美貌少年 除了修为的差距 习惯于衣服强者外 还有便是 他本身性格软弱 经不住恐吓 于昭都还没出手 他自己就抖了干净 事实和于昭的猜测 相差无几 如今 他手里握着紫薇真人的大把柄 心中反倒开始犹豫起来 该不该将这件事 告诉清风门的其他人 紫薇真人身为掌门 明知故犯 还将无辜男子囚禁煽动 装装渐渐 都犯了清风门的大忌 可于昭与清风门的人 也只见过一面 他不敢保证 将这件事告诉清风门的人后 清风门会做出何种反应 是惩罚紫薇真人 还是怪他多管闲事 于昭一时半会儿得不出结论 就先将关押在牢笼中的 暴躁少年解救出来 暴躁少年从牢笼中出来 黑黑润润的眼眸注视着于昭 卷翘的睫毛眨呀眨 姐姐 我叫季寒舟 他态然一笑 姐姐 我记住了 于昭刚想询问季寒舟的来历 就听到一阵轰轰轰的响动 脚下的地面突然剧烈晃动起来 眼壁出现裂缝 大片大片的灰尘从头顶掉落 于昭瞳瞳一缩 不好 这个山洞快坍塌了 他抓住季寒舟的手臂 二话不说 向着通道急迟而去 跪在地上的马成才愣了一下 刚想叫前辈救命 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也能动了 他忙不迭地跟在于昭身后跑了起来 于昭飞到一半 才发现进入的洞口已经被彻底堵死 此时还有大块的巨石不断下坠 不能再走这条路了 他将全部的神石蔓延出去 很快发现了另外一条通道 只是那条通道也被巨石堵得水泄不通 他眼中寒光一闪 有人想要将他们活埋在这里 姐姐 你躲在我身后 我去前面探路 季寒舟也察觉情况危急 他挣扎着想要冲在前面 对于昭一把按住 他不解又焦急地看着于昭 于昭倾轻笑一声 弟弟 我还不需要你来替我开路 看好了 我只教你一次 在季寒舟惊恶的目光中 于昭一手撑起一个灵力护照 另一手往外洒出数十张灵符 黄色的灵符在空中飘飘荡荡 犹如下了一场黄雨 爆 轰轰轰 树到灵符同时引爆 一股毁天灭地的力量在山洞中爆发 无数碎石在狂暴的冲击中化作鸡粉 烟尘弥漫之际 一道须引入奔雷一闪即逝 而后顺着爆炸冲击而产生的缝隙 一飞冲天 感受着明媚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 于昭和季寒舟都生成一种截后余生的喜悦感 姐姐 我们逃出来了 季寒舟兴奋地大叫起来 于昭没有回应 他的目光聚焦在树荫下的那道身影 一字一句道 紫薇真人 果然是你 紫薇真人从暗处走到明处 神情英质 于昭 我就知道你会坏我的好事 当初水清月的死和你有没有关系 想知道 哼 下辈子吧 紫薇真人在山洞附近乃至通道内 布置了大大小小近百个阵法 在于昭进入山洞不久 他就已经察觉到有外人闯入 马成才和季寒舟的存在 是绝对不能在外人面前暴露 于是 他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炸毁整座山洞 他没料到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于昭竟然还能带着季寒舟逃出来 既然如此 只能由他亲手料理二人了 紫薇真人能够当上清风门的掌门 除了他跟随水清月的时间最久之外 他本身的实力也不容小觑 他左脚跨不上前 右手在虚空一抓 一把黑杆白须的浮尘落在他的手中 去 他反手一挥 树到白色的光线如给予向于昭洗去 于昭将季寒舟往外一推 一手撑起灵力护照 另一只手快速掐绝 一花接木 扑扑扑 白色光线尽数击打在一块巨石上 留下无数洞穿的孔洞 于昭的身形已经出现在摆杖之外 紫薇真人神色难看 他冷笑一声 我看你躲得了几次 灵力涌动 那一把黑色浮尘上的白须瞬间暴涨 向着于昭所在的位置一拥而上 季寒舟在一旁看得心惊胆战 有心帮忙 奈何实力有限 根本插不进手 他只能握着拳头 默默为于昭鼓劲 反正他就是死 也绝对不会屈服这个女色魔 于昭并不知道 多到这个时候 季寒舟还惦记着自己的清白 他身子后退 口中大喊 紫薇真人 马承才还在洞府中等你 你怎么忍心将他一起害死 紫薇真人目光闪动 恨意滔天 马承才虽然实力低微了一些 但胜在听话 从来不会忤逆他 他对马承才还是比较满意的 不然也不会让他来看管季寒舟 如果不是于昭 贸然闯进他的秘密居所 他又怎么会下狠心 斩草除根 马承才 你要怪就怪这个多事的于昭 他才是害死你的罪魁祸首 紫薇 紫薇救我 紫薇 突然 紫薇真人耳边响起熟悉的声音 他瞳孔一缩 不可置信地 看向煽动的方向 马承才居然也没死 这怎么可能 紫薇 我好疼哪 你疼疼我 马承才的呼救声越发微弱 却依旧一口一个紫薇 情感真挚 令人动容 紫薇真人脚下忍不住动了一下 又很快硬起心肠 当务之急是解决于昭 于昭死后 若是马承才还有救 他或许会选择 再给马承才一次机会 于昭不除 他心里难安 之后 任凭煽动中的声音 在凄理悲伤 他仍不为所动 于昭暗暗感慨 紫薇真人 果然是心智坚毅之辈 不会轻易被幻象迷惑 不过 他的幻境并不是只有一重 就让他看看 紫薇真人 能坚持到第几重幻境 哈哈哈哈 于昭 我早就说过 你不该来的 在紫薇真人的视野中 于昭逃了没多久 就被浮沉追上 困在天罗地网中 无法脱身 胜负已分 紫薇真人既自得 又畅快 当年他无论如何 也追赶不上水清月 还被水清月的拥顿嘲笑 如今水清月的血脉至亲 即将死在他的手上 也算是报了当年 被水清月欺辱的仇恨 那命来 紫薇真人 双掌猛地核实 浮沉白须形成的牢笼 瞬间收紧 不留下一寸缝隙 然而 一响之中的惨叫声和血污 都没有出现 紫薇真人愣了一下 随即发觉不对 收回浮沉 却见白色的浮沉干干净净 不见一点脏污 不惊心在高空上行走 他步伐不快 往前迈出一步 身影便出现在千里之外 原地还留有未消的残影 远远看上去 倒像是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 正在接力般赶路 从南明城到清风门 于昭足足赶了两日的路 黑衣男子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便出现在清风门上空 嗯 死地居然又新建起一个棕门 黑衣男子诧异地挑了挑眉 随即神识铺天盖地地展开 他要将胆敢在小娇人身上 留下气息的女人找出来 剥皮抽筋 方骁心头之怒 清风门此时一片祥和 长老和弟子们各思其直 忙着各自的事 忽然 一股庞大的威压从天而降 清风门的地砖 因承受不住压力纷纷碎裂 清风门实力低微一些的弟子 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何事 便直接被这股威压震晕过去 剩余的人则齐跪倒在地 口吐鲜血 神色惊恐 经历过二十年前那场劫难的长老门 面如死灰 那些人竟又卷土重来了 清风门休矣 黑衣男子眉心微醋 他并没有在这些女人身上 找到那个令他讨厌的气息 他不在这里 不 不对 他察觉到了一股微弱的气息 对方想来是刚离开不久 想到这里 他将神识向四周蔓延 片刻后 他争鸣一笑 找到了 话未落 他的身影便已经消失在原地 清风门还不知道危机解除 而另一端的余昭 却已经意识到自己大获领头 原因老怪的气势太过霸道 又不加以掩饰 远远余昭就已经感受到 心跳加速 血脉分张的危机感 他的寒毛根根榨起 后背冒出大量嘘寒 逃 他顾不上在与紫薇真人缠斗 化作一道红光 急速顿走 姐姐 等等我 季寒舟并不清楚眼下的形势 他只是根据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选择追在余昭身后跑 余昭快被这个倒霉孩子给气死了 他一个人跑 原因老怪的注意力 放在他一个人身上 季寒舟还有脱身的机会 他现在跟在自己身后 傻子都知道两人是一伙的 原因老怪肯定也不会放过他 余昭想了想 继续没头没脑的逃命 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抓住 他必须想个方法 尽量拖延时间 他的身形默然止住 从储物空间中取出紫金壶 有些不舍的妈撒了一下 然后决然的将他扔了出去 转过身 他抓起季寒舟的衣领 像拎狗崽子似的 拎着他一起疯狂逃窜 狂风击打在余昭的脸上 他眼睛微眯 眼中一拍淡漠 做到这一步 他已经人之意尽了 季寒舟如果倒霉的 死在了追杀路上 就怪不得他了 比季寒舟更倒霉的是紫薇真人 他还困在余昭设置的幻境中 根本没发现 余昭和季寒舟已经跑了 直到原因老怪 与他距离越来越近 骇人的威压笼罩全身 他终于惊醒 抬头一看 浑身血液瞬间凝固 是他 即使时隔二十年 紫薇真人依旧没有忘记 这张只见过一次的面容 就像是一场噩梦 深深烙印在他的脑海中 他都以为他再也见不到此人 没想到这是他又出现了 紫薇真人又惊又惧 喉咙里像是塞了什么东西 难受得干呕起来 你见过我 那便留不得了 黑衣男子淡漠地扫了他一眼 屈指弹出一道灵光 不 紫薇真人只来得及发出一个阴结 整个人就化作飞灰 消失在天地间 黑衣男子抬眸 看向余昭逃离的方向 嘴角挑起一抹吸血的笑容 他喜欢看一个人死前赋云顽抗的戏码 尤其是在给他们希望之后 再一点一点摧毁 他们绝望而扭曲的神情 于他而言是最好的不平 他还在原地刻意多等了一会儿 才慢慢悠悠继续追去 拦我者 死 一股更为霸道的气势 突然出现在天地之间 宛若战神降临 黑衣男子身形一顿 忌惮地看着前方的红衣女修 眉头越皱越紧 此人的气势竟比他更胜一筹 若非是原因后期修为 他也从来没有见过这名女子 他出现在这里 是意外还是故意等自己 黑衣男子驻足不前 心中也摇摆不定 修为越高 他反而越惧怕死亡 也正因为此 他才会逼迫教人 给有背景的修士 种下心魔瘾 四处搜寻炎炎异兽的秘密 如今遇到同为原因期的修士挡路 他第一反应不是上前一战 而是思索和平解决的可能性 这位道友何故拦住在下 黑衣男子抱拳询问 态度不算谦卑 至少也是温和有理 他自以为已经足够放低姿态 但对面的红衣女修 却对他的问候不屑一顾 眼神轻蔑至极 黑衣男子眼中闪过一道火气 又被他压了下去 冷声继续道 道友 在下并不想与你作对 还请你速速让开 不要妨碍在下办事 回答他的仍是那一句 拦我者 死 气势如红 令人心神俱振 黑衣男子不禁生出退却之心 他暗暗在心里为自己找借口 一个娇人还不至于 让他大动干戈 与一位原英老怪动手 只是就这样离开 未免有些难堪 黑衣男子眼神闪烁 故作转身离去的模样 又在下一刻杀了一个回马枪 一掌拍向红衣女修 这一掌蕴含了他体内近五成的灵力 挥动间 气浪翻滚 空间出现阵阵扭曲 在黑衣男子的摄像中 他的攻击定会落空 然后他见好就收 火速撤离 既保全了面子 又不会与对方交恶 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 红衣女修居然毫不闪躲 这一掌不偏不倚 正好落在对方的胸口上 然后 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手掌 穿过其胸口 打在后方的一座山峰上 山峰发出轰隆隆的响动 一半的山腰瞬间蒸发 大量碎石从山顶滚落 沉烟漫天 黑衣男子呆呆地转过头 看着红衣女修的身影渐渐变淡 最后净化成一股烟雾消散了 假的 幻象 黑衣男子反应过来后 一股蜡意直冲脑门 奇耻大辱 奇耻大辱啊 他竟然被一个小小的幻术给骗到了 若说黑衣男子 之前把于昭当作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角色 此时是真正将于昭恨恨之入骨 一个小小的金丹修士 竟然敢戏耍原鹰老怪 真是活腻了 深怒之下 他也不想再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一连往前迈出三步 人如同流星一般 转瞬便移了位置 三步之后 于昭和纪寒舟的身影 出现在他的视野范围内 呵 原来还是一对逃命的野鸳鸯 他的声音不大 却似惊雷在于昭和纪寒舟耳边 轰然乍响 纪寒舟几乎是瞬间身受重伤 蹊跷流血不止 于昭也闷哼一声 唇舌间是浓郁的血腥气 他心中一沉 看来紫金湖并没有能够为他们 拖延太长的时间 想想也是 紫金湖能够瞒过一般人 想要瞒过原鹰老怪的眼睛 太难太难 于昭新知再不动用杀手锏 他的小命就要彻底葬送在这里了 他不再犹豫 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个浑原的石珠 这个石珠便是当初 他从苏鸣手里换来的宝物之一 他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 叫做顺一珠 捏碎此珠 可随即将人传送到万里之外的位置 因为其不确定性太大 可谓风险与机遇并存 有人曾捏碎顺一珠 传送到一座活火山的内部 对活活烧死 也有人因为顺一珠 意外闯入一座 从来没有开发过的秘境 获得无数资源 前一个例子是于昭听人议论 后一种则是他亲眼见过 那个幸运正是被称为多宝美人的叶从心 于昭从苏鸣手中拿走这颗顺一珠时 并没有寄希望于能抢走叶从心的机缘 只是为自己准备一条后路 眼下正是最好的时机 卡 于昭用力捏碎顺一珠 一股奇异的力量将于昭和季寒舟包裹在内 随之而来的便是强烈的挤压感 一道裂缝悄无声息出现在于昭的眼前 他想也不想 拽着季寒舟跃入裂缝之中 黑衣男子赶来 正好看着裂缝在他眼前闭合 他双目冲血 仰头发出不甘心的咆哮声 啊 该死 该死啊 顺一珠 他手上竟然还有顺一珠 他究竟是何方神圣 居然拥有如此多稀奇古怪的宝物 想到这里 黑衣男子脸上的怒意消退 涌现狂喜之色 年轻有为 有钱有势 身上还携带各种一宝 这不正是他要找的人 那个女人肯定知道 延长寿源的秘密 再不济 他身上必定还有许多宝物 杀了他 一切都是他的 顺一珠能够传送最远的地方 只有万里 只要自己将方圆万里内的范围 全部都探查一遍 除非他手中还有一颗顺一珠 否则他绝对逃不了 黑衣男子 嘴边浮上一抹冷意 再让你多快活一些时日 你迟早都会落在我手里 他散开神识 密切地关注感知范围内的所有动静 他要让一只苍蝇 都逃不过他的法眼 黑 极致的黑 腰部以下像是被某种粘稠的半液体包裹着 还伴随着一股腐烂的气息 于昭拧拧了拧眉 他这是被传送进腐蚀坑 还是垃圾堆了 这味道也太大了 他封闭住嗅觉 又看了一眼 已经陷入半昏迷的状态的季寒粥 随手往他嘴里撒了一颗丹药 神识在黑暗空间中弥漫开来 于昭的表情渐渐古怪起来 都说顺遗珠传送的位置是随机不固定的 可这也太随机了 居然把他和季寒粥传送到一只海兽的肚子里了 他如今现在所在的位置应该是在南明的某一处海域 周围除了海水 便是各种稀奇古怪的海下妖兽 气息有强有弱 但却意外的和谐 于昭本来想直接从海兽的肚子破肚而出 但在察觉到海底若有若无的恐怖气息 立刻打消了主意 每年有无数修士前来南明猎杀海兽 同样也有数条性命葬身于这片大海 就连原鹰老怪踏足这片海域 也需得小心谨慎 谁也不知道 在深海之下埋藏着的是前人留下来的宝藏 还是为之恐怖的海底巨兽 于昭为了自己的小命考虑 还是决定老实地待在海兽肚子里 先观察一阵 再做决定 他藏身的这只海兽头大为小 腹部硕大 身材比例比怀胎的妇人还要夸张 许是因为体型庞大的原因 他每隔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就要进食 他进食的方式也很特殊 找到一片小兽聚居的区域 张开大口便是一阵猛吸 超强的吸力 在水下形成了一个漩涡 在漩涡中的小海兽 全部被他吸入腹中 这可就苦了待在海兽胃里的鱼钊 他在观察周围环境的同时 还要抽出空解决进入胃部 还没有死掉的其他小海兽 唯一的好消息是 这只海兽为了获取足够多的食物 不得不在海域中不断游荡 鱼钊也得以查看到更远的地方 几日过去 他终于等到了一个脱困的机会 在海兽前方不到十丈远的位置 出现了一片礁石 继续往前 是一座荒凉的小岛 鱼钊从来没有这么想念过脚踏大地的感觉 他按捺住兴奋 摩拳擦掌 只待海兽靠近那块区域 就立刻带着季寒舟从中脱身 然而乐极生悲 海兽在往前游了几尺后 似乎是发现 前方并不是一个适合捕食的位置 突然调转方向 往另一方游去 鱼钊目瞪口呆 他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小岛 不抓紧时间登岛 鬼知道海兽又会把他带到哪里去 绝对不能错过这次上岸的机会 他抬手为自己撑起一个防御护罩 随后凌厉注入脚下 重重一踏 整个人如同利剑一般 狠狠撞上海兽的胃壁 砰 正在慢吞吞晃荡的海兽 身体突然一僵 砰砰砰 海兽胃中一阵翻江倒海 他再也忍受不住 张开大嘴 挖了一下 喷出大量未完全消化的食物 有只剩下半截身体的小鱼 有外壳被腐烂的贝类 还有一个淡蓝色的光圈 海兽愣愣地看着光圈飞走 收回目光 张开大口 将吐出去的东西 全部又吸进胃中 感受到强烈的饱腹感 他满意地游走了 死 破开水面的鱼钊 看到海兽进食的场景 倒吸一口凉气 差点被恶心地吐出来 他甩甩头 强迫自己 忘掉刚才那个场面 拽着季寒粥 落到一片沙滩上 黄色的沙粒 在阳光下散发着金灿灿的光芒 于昭的心情 也跟着愉悦起来 他将季寒粥 平放在一处草地上 在他身边坐下 常常吐出一口气 疲惫地揉了揉眉心 从夜叹清风门起 他的心神就没有一刻舒缓过 此刻总算是可以放松下来 休息片刻 但于昭是个坐不住的 感觉体力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他就站起身 将小岛的情况 里里外外都查看一点 小岛和南明城差不多大 资源并不是很丰盛 只有一些简单的花草树木 连一样还有灵气的东西都找不出来 不怪他人机罕至 既来之则安之 想到外面还有一个满世界追杀他的原因老怪 于昭觉得待在小岛上 躲躲风头也不错 他检查了一下季寒粥的伤势 确认并无大碍后 找了一块礁石 盘膝坐下 近看大海潮起潮落 颇有一种岁月静好的意境 半住相后 于昭站了起来 这个方法好像不太适合他 这时 他的眼角余光 突然撇到有一道荧光在海面上闪烁 仔细一看 竟然是一条手臂长的银鱼 正在随波飘荡 他立刻想起在 娇人阁三楼品尝到的美味 虽然他的储物空间内 还有不少在娇人阁买的美食 但别人烹饪的 哪有自己亲手掉上来的新鲜 于昭眼睛一亮 笑得眉眼弯弯 季寒粥醒来时 神志还有些恍惚 他望着天空 出神好一会儿 意识才逐渐复苏 回想起昏迷前惊险的场面 他猛地坐起身子 姐姐 醒啊 不远处 女子清亮的声音 清晰地传见而理 你面前的食盒里有吃的 饿了你 就自己拿着吃 季寒粥呆呆地看着于昭坐在礁石上 齿干咸吊的背影 委屈地憋了憋嘴 他一个大活人 难道还比不上钓鱼重要 他委屈地打开食盒 委屈地夹起一块炸肉丸 委屈地吃了起来 然后泪流满面 真香啊 季寒粥高兴起来 姐姐 这是你亲手做的吗 真好吃 不是啊 我在南明城买的 于昭头也没回 不嫌不淡地回答道 季寒粥咀嚼着嘴中的炸肉丸 突然觉得也没那么好吃了 见于昭沉迷钓鱼 无法自拔 他也就歇了和于昭搭话的心思 老老实实地打坐调息 他的伤势恢复了大半 但想要彻底痊愈 还需要一些时间 季寒粥双目紧闭 默念宗门心法 然而念着念着 他的思绪不由飘远 于昭那一日 犹如神兵天将 出现在山洞 解救他于危难之中的画面 在他的脑海中 久久不散 后来于昭还带着他 从山洞死里逃生 又带他逃脱 原因老怪的追杀 算起来 他已经欠了于昭三条命了 救命真 当以身相许 于昭救了他三次 他又当如何偿还 一直到与于昭面对面坐下 季寒粥都还没能够找到答案 于昭漫不经心地 翻转着手中的烤鱼 季寒粥 你是哪个宗门的弟子 别误会 于昭手里烤的海鱼 并不是他钓起来的 而是他用灵力 直接从海里捞起来的 他今日坐在礁石上 钓了一整日的鱼 别说鱼了 连一根水草都没钓起来 当然 他绝不承认 是自己的记忆不经 固执地认为是时机不对 准备明日再战 姐姐 我是天剑门的弟子 季寒粥双手放在膝上 乖巧达道 他丝毫不意外 于昭能够看出他的身份 正如他也能看出 于昭与他一样 同属宗门弟子 天剑门在北裕 你怎么跑到南面来了 于昭试挑眉 修真界有一宗 两门四派的说法 这宗指的就是 于昭所在的五行道宗 而两门则是 纸目也所在的青木门 以及季寒粥刚才所说的天剑门 剩下的四派 分别为以 炼气文明的问鼎阁 佛佛的禅音寺 以如入道的太白书院 以及女修为尊的百花鼓 一宗两门中的五行道宗 和青木门都在中域 只有天剑门 是在极寒的北裕 而南面位于南域以南 与天剑门 更是南辕北辙 季寒粥一个驻基后期弟子 好端端的 怎么会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 等等 季寒粥这个名字 怎么越想越觉得有些熟悉 仿佛在哪里听到过一般 季寒粥咧嘴 露出一个有些傻气的笑容 不是我想来 我也是被传送阵传送过来的 季寒粥当时在北裕的 一座雪山上练剑 意外引发雪崩 他本人倒是没有大碍 但雪崩闹出的动静 惊醒了一只休眠期的雪妖 雪妖在自己的洞穴中 睡得好好的 被人强行唤醒 气得狂追忌 寒粥三天三夜 一人一妖 原本修为相当 但雪域是雪妖的主场 既寒粥应付起来极为吃力 于是他边打边逃 无意间闯进一座上古的传送阵 他想也不想 立刻出发传送阵 然后就被传送到 清风门隔壁那座山峰上 他那个时候刚经历了一场激动 又被上古传送阵的力量 震得头晕 只来得及服下一枚疗伤的丹药 就昏死了过去 等醒来后 就发现 自己被关进山洞中的牢笼 纪寒粥一波三折的经历 听得于昭叹为观止 经过他的提醒 于昭也终于想起 自己是在何时听过他的名字 纪寒粥 天剑门九华剑尊独子 剑谷天成 被誉为千年难得一的剑修奇才 天剑门寄以厚望的剑尊苗子 于昭之所以在听到他的姓名后 没有第一时间想起 只因他与前世的周师姐一样 都是彗星般转瞬即逝的天才人物 于一次外出历练时 意外失踪 从此再无音讯 想一想 前世纪寒粥失踪的时间 恰好就是最近这段时间 于昭神情一动 如此说来 如果他没有出现 纪寒粥很有可能就会像他说的那样 与紫薇真人同归于尽 他内心颇为感慨 他的重生 不仅改变了他和周师姐的命运 也影响到更多人 姐姐 你在想什么 纪寒粥见于昭不说话 心情忐忑 于昭看他一眼 以后不要叫我姐姐 可以叫我于师姐 姐姐这个称呼有些腻外 于昭不太喜欢 纪寒粥漂亮的丹凤眼 变得湿漉漉的 抿着薄唇 一脸倔强的看着于昭 于昭平静的回视他 他眼神立刻变得心虚 躲闪起来 最后还是敌不过于昭 强大的气场 可怜兮兮地喊了一声 于昭 于昭满意了 将烤好的海鱼 递给纪寒粥 纪寒粥开心地接过 试探性地咬了一小口 眼睛一亮 味道意外的不错 好吃 于昭 你以前也做过饭吗 纪寒粥随口一句话 让于昭想起一段 被他遗忘的过去 因为三师兄苏明 抱怨了一句 宗门的饭食不好吃 十岁的小于昭 特意去请教五谷堂的大师傅 学习厨艺 他那时年纪上小 连案板都够不到 必须踩在板凳上 才能切菜下厨 他每日还要修炼 只能尽量抽出时间 去五谷堂学习 等他好不容易 能够独立做出一桌 色香味俱全的饭菜后 苏明筑击成功 立鼓了 于昭失落了一阵 也没有太放在心上 空闲的时间 便会做一些精致的零食 给五位师兄和师尊 他们刚开始收到零食时 无意不是心花怒放 纷纷夸赞于昭体贴入微 只是后来时间一久 他们习以为常 也就不再当做一回事 再后来 他跟随亲眼真人 修炼海上明月诀 进度缓慢 方成朗认定 他是将心思放在了杂事上 不思进取 勒令他以后不许再去五谷堂 专心修炼 他也就渐渐不再下厨了 于昭回想起 当时学厨师吃的苦 生出一种无地自容的羞愧感 他以前病得不轻 竟然将大把的时间 浪费在吃力不讨好的事上 辛辛苦苦做的零食 自己都没舍得吃一口 还要被人说成玩物丧志 于昭摇头 替自己不值 好在命运给予他一次重来的机会 这一事 他不会再将精力 放在无关紧要的人身上了 季寒舟一边吃着烤鱼 一边悄悄用鱼光去描于昭 心道 于师姐在想什么 怎么一会情绪不佳 一会又斗志昂扬的 好奇怪 第二日 于昭信心满满的 掏出升级后的钓鱼竿 动作潇洒的抛出鱼钩 坐等海鱼上钩 季寒舟在旁边看了一会儿 觉得挺有意思 也去制作了一个简易鱼竿 在鱼钊的旁边坐下 两人从日落坐到日出 期间别说鱼竿 连鱼线都没有动一下 季寒舟苦丧着脸 问鱼钊 鱼师姐 我们还要继续等下去吗 鱼钊黑着脸 收起鱼竿 今天风向不好 我们明天再来 好 第三日 一定是鱼耳不够 有吸引力 我们明天换一种鱼耳 好 第四日 我知道了 肯定是鱼钩的问题 明天换一个鱼钩 好 第五日 祭师弟 你的伤势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好好想一想 怎么从这里离开 在连日的打击下 鱼钊终于肯承认 自己并没有点亮钓鱼天赋 虽放弃 季寒舟长输一口气 连着几日坐在礁石上一动不动 他骨头都快僵硬了 苦日子总算过去了 他精神振奋 鱼师姐 你说怎么做 我全听你的 鱼钊挑眉 他怎么觉得 季寒舟好像在早就等他说这句话了 这座岛四面环海 沉坐木筏在海上航行 既节省力气 又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落脚之处 当然 沉坐木筏的风险性也很大 海兽一个甩尾 就能将木筏拍得四分五裂 但鱼钊此时能够利用的物品有限 木筏已经是他能够想到 最适合的水上交通工具 季寒舟一听 二话不说就转身往岛屿的山林跑去 大喊道 我去伐木 制作木筏的步骤并不复杂 两人合力 不到一个时辰 便制作了几十个木筏出来 出发 木筏下水 于昭和季寒舟同时跳上木筏 在凌厉的驱动下 木筏晃晃悠悠飘离岛屿 向未知的方向航行 于昭和季寒舟站在竹筏上 举目远眺 他们的眼中不见一点对未来的迷茫 脸上是如出一辙的坚毅与期待 修仙本就是逆天之势 为首为为者 何谈长生 南明成东 一座小宅院中 小红一大早就起床 开始匹柴 烧水 刚点燃柴火 他又拿着水桶 去街尾的水井挑水 等挑满一大缸水后 他又赶紧去前街 买了三个弟弟的早食 一刻都没有停歇 回家时 三个弟弟依然还在各自的房间 呼呼大睡 小红将早食放在灶台上 又看了一眼空空的前乡 眉头紧皱 以前他当向导 一天这五块下品零食 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但现在画了一套宅子 五块下品零食 根本不够一天的花销 住在附近的孩子 家境都不差 他的三个弟弟时吗 都要用最好的 才不会被其他小孩欺负 一来二去 零食如流水般 就花了出去 他没零食了 不过小红也没有太过着急 他还有六块上品零食 放在茶爷爷那里 只是上一次 他不小心将茶爷爷的事 也说了出去 所以一直不敢去见茶爷爷 现在他不得不去一趟 飘香茶楼了 小红捏手捏脚地关上门 路上他一直在想 等一会儿见到茶爷爷该怎么说 才不会让茶爷爷生气 他没有听茶爷爷的话 擅自跑回家 茶爷爷一定很失望 但是他不能不管弟弟们 他要是诚心道歉 茶爷爷应该会原谅他吧 不知不觉间 他来到飘香茶楼 抬起头 眼前不是茶香 四亿的三层小楼 而是一片破败的废墟 小红的大脑一片空白 浑身冰冷 无力地跌坐在地上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他突然想到什么 跌跌撞撞地从地上爬起来 跑到飘香茶楼旁边的酒房 抓住一个酒房的伙计 生死力竭地问道 飘香茶楼怎么变成这样了 茶楼里的人呢 茶爷爷呢 他们去哪里了 酒房的伙计吓了一跳 抬手就将小红推倒在地 疯子滚一边去 别爱老子 求求你 求求你告诉我 茶爷爷 他们怎么了 求求你 求求你 小红眼眶通红 一边哭 一边碰碰碰 朝着伙计磕头 附近的路人 立时投来异样的眼神 伙计被他们的目光 看得不自在 将小红拉起来 别喊了 我告诉你就是 小红紧咬着唇 用哀求的眼神注视他 哎 伙计重叹了一声 也不知飘香茶楼的人 得罪了哪位大人物 前几日突然来了一伙人 将飘香茶楼给砸了 小红眼前一黑 差点昏死过去 伙计急忙拉住他的胳膊 你也别着急 他们都没死 只有那位负责煮茶的茶博士 被砍了一条胳膊 然后被一同丢出了城 现在恐怕已经逃到其他地方去了 小红听到前半段 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被后面的噩耗击倒 双膝一软 跪倒在地 茶爷爷走了 他的五块上品零食也没了 他要拿什么 抚养三个弟弟 小红失魂落魄地回到家 发现三个弟弟挺着小肚子 坐在椅子上 舒服得直哼哼 他进厨房一看 果然灶台上的 早食全部没了 连他的那一份都没有剩下 他按了按空荡荡的肚子 没有说什么 满脑子想的都是 中午应该给弟弟吃什么 这时 正厅里传来弟弟喊他的声音 小红忙不迭跑进去 小毛翘着腿 大喇喇地说 中午我要吃正街的八宝馄饨 我想吃烧鹅 吃肉饼 没零食了 我们中午随便吃一点 等我赚到钱了 再给你们买葫萄烧鹅好不好 没零食了 那块中品零食呢 都被你花完了 小毛愤怒地站起来 双手紧紧握成拳 其他两人也不满地看着小红 不 不是我 小红慌忙摇头 搬起手指 给他们算最近的花销 我们租这套宅子 就花了六十块下品零食 然后又给你们买新衣上新鞋 还有新鲜的吃食 说这么多做什么 还不是你没用 小毛打断他 脸上满事不屑 你不是说 那个前辈为了报答你 给了你一大笔零食吗 你的零食呢 去哪里了 是不是被你偷偷藏起来了 没有 我没有藏起来 我把零食放在茶爷爷那里了 那你去拿呀 小豆吼道 茶爷爷走了 我找不到他了 小红委屈地低下头 眼泪巴哒哒哒地往下掉 茶爷爷明知道 他需要那一笔零食 为什么不将零食 还给他之后再走呢 还是说 茶爷爷想要那六块上品零食 所以才一走了之 你怎么这么笨啊 居然把零食随随便便交给别人了 现在好了 被骗了吧 你还有什么用 不如去死啊 你是猪脑子吗 敢把零食交给别人 啊 你是坏人 我打你 打死你 你还我的零食 稚嫩的拳头落在小红的身上 他忍不住哭得更大声了 都怪他太笨了 心意相信别人 把零食都给弄丢了 这几日就像是一场梦 梦醒后 他们又要灰溜溜地回到城南生活了 大师兄 这个给你 每日服用一力 方成郎抬手接过崔爵扔来的玉瓶 打开瓶塞 轻轻嗅了嗅 一股清凉的气息 钻入鼻腔 嗯 是宁神丹的味道 他的功效是平心静气 固守本源 方成郎眼中闪过一抹嘲弄 他盘坐在树上 居高临下地俯视崔爵 阿爵 直到现在 你还以为困住我的是心魔吗 难道不是吗 崔爵仰起头 反问道 因为久等不到余昭到来 他们已于一月前 转移到李沼泽林最近的城池住下 唯有方成郎固执己见 不愿离开 任凭他们师兄弟几人轮番劝说 也不为所动 最后还把小师妹给气哭了 崔爵看着方成郎 满目痛惜 他的大师兄是修真界赫赫有名的君子剑 温文尔雅 端方正直 而眼前的大师兄神情憔悴 眼下清黑 哪里还有半分君子剑的气魄 这不是入魔是什么 方成郎把玩着手中的玉瓶 突然问 阿爵精通炼丹之术 不知有没有听说过 一种名为石骨丹的丹药 崔爵一正 点头 心下却是有些疑惑 石骨丹的丹方 是他从师尊赠予他的一本古籍中发现的 极为难寻 大师兄又是从何处知晓石骨丹的 阿爵可曾炼制过 不曾 为何 崔爵眉心微不可查的醋了醋 石骨丹虽不是剧毒的丹药 但服用后 全身骨骼会像是被虫石一般 剧痛无比 整个过程会持续一天一夜 我嫌子丹的药效太过 因此不曾炼制 方成郎听完 竟含笑鼓起掌来 好 没想到我的四师弟 还有一副菩萨心肠 大师兄真是替你自豪 大师兄 你有话可以直说 崔爵又岂听不出 方成郎阴阳怪气的语气 心中越发笃定 大师兄是魔症了 方成郎脸上笑意一收 下一刻 他纵身跃下 掐住崔爵的脖子 将他抵在树上 漆黑如墨的眼眸中 迸发冰冷的沙意 他一字一句 听到方成郎的话 他挣扎的动作突然顿住 双目圆睁 如坠冰枯 他为小钊吃下石骨丹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连练着石骨丹的心思 都没有动过 又怎么可能为小钊吃这种东西 大师兄一定是走火入魔了 对 走火入魔 崔爵 直到现在你还在自欺欺人 除了你 还有谁知道石骨丹 又有谁知道和小六 曾在药园发生过争执 你明知小六最是心软 从不会将他的烦心事 告诉旁人 你还要欺骗自己多久 方成郎加重了手上的力道 眼尾红的欲要滴出血来 他最近做梦做得越发频繁 几乎是刚一闭上眼睛 脑海中就会浮现 小六在五行暴踪的场景 刚开始 画面中还只有他和小六 渐渐地开始多出崔爵 蓝紫鱼等人 他也跟着小六 切身体会到 他在读月峰 是如何被他们无视 又是如何受尽委屈 方成郎本来觉得 他们师兄弟的行为 已经足够过分 直到他亲眼看见崔爵哄 骗于昭吞下石骨丹 他当时恨不得冲上去掐死崔爵 他怎么敢 他怎么敢啊 那是小六 是他们的师妹 他为何要用这样的方法来折磨他 小六接过丹药时有多欢喜 毒发时就有多痛苦 最可恨的是 小六哭着向崔爵讨要解药时 崔爵和叶同心就站在一旁 无动于衷 方成郎眼睁睁看着于昭眼中的光芒熄灭 如死尸一动不动地 扛在冰凉的地面上 心如刀角 崔爵 你该庆幸你现在才出现 否则我真的会忍不住将你的心掏出来看一看 他究竟是红的还是黑的 方成郎松开手 像用垃圾一般将崔爵甩在地上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你们留下 因为你们不配站在这里 不配为小六赎罪 滚吧 带着你的凝神丹 继续自欺欺人去吧 不知过了多久 崔爵行动迟缓地从地上站起来 面无表情地朝前走 他走得很慢 像是每迈出一步 都耗尽了全身的气力 夕阳西下 他的身影被拉长 直至被黑暗彻底吞没 四师兄 四师兄 二师兄 三师兄 你们看 四师兄在这里 蓝子鱼和苏明听到叶从心的声音 快速赶了过来 果然就看到崔爵一个人埋头往前面走 明明叶从心就站在他的旁边 他却似没有看见 静止从叶从心身边掠过 蓝子鱼和苏明对视一眼 四师弟 这是怎么了 他去的方向与他们居住的地方完全相反 难怪他们等了一夜都没有等到人 蓝子鱼上前抓住崔爵的胳膊 用力一拽 崔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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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爵失魂落魄地抬起头 声音沙哑 二师兄 是我 你怎么了 被人打了 还是中毒了 沼泽林瘴气密布 毒虫遍地 稍不留神就会吸入毒气 蓝子鱼的顾虑不无道理 二师兄 我做错了吗 我做错了吗 那不是我 那一定不是我 崔爵反手抓住蓝子鱼的手 情绪激动 一行热泪滚落下 蓝子鱼 苏明 叶从心三人即是一惊 苏明着急到 完了 老四中毒了 快找一找 身上有没有解毒的丹药 叶从心也连忙低头 去翻自己的储物空间 崔爵可是他最有希望拿下的目标人物 可千万不能出事 崔爵根本就没有听清他们的话 他的思绪 仍然沉浸在大师兄的那句句质问中 他不想相信大师兄所说的话 但大师兄的表情太真实 语气太笃定 就连细节也描绘得一清二楚 这真的是心魔可以编造出来的场景吗 崔爵不确定了 一想到自己以后 也许会练制出一炉毒丹 哄骗于招服下 他的双手就不受控制的颤抖起来 若未来真的会发生这样的事 那他宁愿从今往后 再也不碰炼丹炉一下 叶从心向来受宠 储物空间中从来不缺丹药 很快他就找到一枚解毒的丹药 正被亲手为崔爵服下 崔爵的目光落在他的脸上 神色漠然一变 厌恶地拍开他的手 别碰我 叶从心惊恶地站在原地 老四 你干什么 苏明冲上前 一把推开崔爵 将叶从心护在身后 叶从心感受着手被传来的蜡意 第一反应并不是生气 而是恐慌 他敏锐地察觉到 又有不受控制的事发生了 蓝紫瑜也一脸不赞成地看着崔爵 崔爵昨晚一夜未归 小师妹跟着担心了一晚 天一亮就非要出城找他 他不领情就算了 怎么还出手打人 道歉 可怜又柔弱的小师妹 冲动一怒的三师兄 逼他道歉的二师兄 崔爵看着同仇敌开的三人 神情恍惚 曾几何时 他好像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而站在他们对立面的不是别人 正是他自以为保护得很好的余昭 四金雷劈开迷雾 崔爵恍然大悟 原来一直以来都是他在自作多情 余昭在读月峰并没有受到优待 相反 由于他们的不理解 不作为 他受了很多委屈 你明知小六最是心软 从不会将他的烦心事告诉旁人 你还要欺骗自己多久 大师兄的话如一句响亮的耳光 再次抽打在他的脸上 他苦涩一笑 小招 是师兄错了 对不起 崔爵抬头 声音频扑直续 不带丝毫起伏 叶从心中是忍受不住 抹着眼泪跑了 苏明恶狠狠地瞪了崔爵一眼 飞快追了上去 蓝子鱼的脸色彻底冷了下来 眼底一出寒意 崔爵 你过分了 崔爵侧目看他 二师兄 我已经听你的话 向小师妹道歉了 你还要我怎样 回到宗门后 也将我关进黑玉 或是等五师弟出关 让他也打我一顿 替小师妹出出气 蓝子鱼的眉头 不由越皱越紧 刚开始他还没听出来 崔爵是什么意思 是听到黑玉二字后 他才意识到 崔爵这是在替于招鸣不平 他有些莫名 是不是大师兄又跟你说什么 于招被关进黑玉 又不是他下的令 而且都过去多久了 有必要又拿出来就是重提吗 四师弟 大师兄为于招的事 已走火入魔了 你就不要再跟着添乱了 蓝子鱼本来还对于招怀有歉意 现在却因方成朗和崔爵的不断提起 产生了逆反心理 于招来到读月峰后 有谁真正亏待了他 就连自己不也亲手 为于招打磨了一根竹笛 于招就这么娇贵 一点委屈也受不得 小师妹从小泡在药罐子里长大 吃过的苦比他多多了 可依旧一副乐观向上的模样 和小师妹比 他有什么资格 叫苦叫累 要他说 于招就是太矫情了 为了一点小事斤斤计较 还连累这么多人陪他一起折腾 崔爵一看 看兰子鱼脸上不耐烦的神情 嘴唇微动想说什么 最后话作一声长叹 世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多说无意 总有一天 二师兄会明白他在说什么 二师兄 你走吧 我要留在这里 崔爵回身望着沼泽林的方向 他也该留下来为自己赎罪 疯了 你们都疯了 兰子鱼看崔爵的眼神 就像是在看一个不可理喻的疯子 好 你愿意留在这里 就留在这里 我不管你了 他怒气冲冲 回到居住的客栈 端起茶壶 猛灌了一口凉茶 也没能浇灭心头的火气 砰 他一掌拍在桌子上 桌上的杯盏碰撞 发生叮叮当当的响动 在隔壁房间 安慰叶从心的苏明听到动静 赶紧跑过来查看 见兰子鱼一个人坐在桌子边上生闷气 他惊讶道 老四没跟你回来 哼 他学大师兄留在沼泽林里 未遇招数罪呢 苏明眉头打劫 崔爵之前不是还信誓旦旦的说 大师兄是被心魔迷了心智 那他现在是在做什么 也被心魔迷住了 苏明和兰子鱼为崔爵的转变而困惑时 隔壁的叶从心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系统 你再说一遍 崔爵的好感度掉到多少点了 叮 崔爵目前好感度五点 哈哈 五点 五点 叶从心扶在床上癫狂大笑 眼睛中的恨意几乎快要宁为实质 崔爵 王我这样信任你 你居然在我最关键的时候被刺我 叶从心笑着笑着 胸腔中突然传来一阵强烈的挤压感 就像是被人用力捂住口鼻 他的呼吸越来越重 眼前一阵模糊 他的就急发作了 他慌忙从储物空间中取出药瓶 还来不及打开 药瓶就从颤抖的手中脱落 咕噜咕噜滚到了门槛边 药 药 叶从心挣扎着想要去捡药瓶 然而刚叹出手臂又无力落下 他眼前的景象逐渐扭曲 在被黑暗彻底吞噬 药死了吗 好不甘心啊 叮 检查到宿主处于冰死状态 透支五点生命值 兑换五点体力值 叮 体力值兑换成功 紧宿主尽快展开自救 一股热流注入体内 枯萎的身体重新迸发生机 叶从心睁开眼 连滚带爬来到门槛边 捡起药瓶就往嘴里塞了一桶丹药 他大口大口咀嚼 眼中还残留着对死亡的惧怕和惊恐 再一次徘徊在死亡边缘上 叶从心的心里又一次发生了变化 他以前觉得 获得男人好感度是一件极为简单的事 他喜欢用潜移默化和水到渠成的方式来达到目的 而这一次 崔觉得意外变卦 令业重新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他清晰地意识到 只要好感度没有达到90点 他之前不管做得再多再好 都有可能沦为泡影 他不该畏首畏尾 目标人物的群体也应该扩大范围 其他人能够提供的气韵值 也许没有方程郎等人高 但积少成多 总能起到一定的效果 而且他的修为已经停滞不前许久 还有不到两年的时间 又是举行修真借大笔的时间 他不能再坐以待毙 系统 我的亲和度现在有多少点 丁 宿主目前的亲和度为60点 我需要付出什么 才能把亲和度提升至90点 叶从心镇定自若的问道 手掌却不自觉钻紧 丁 系统可以提前借给宿主30点亲和度 宿主此后需要用三倍气韵值偿还 可以 丁 将一完成 宿主目前亲和度为90点 海面上的航行是很枯燥乏味的 但又时刻需要警惕深海中的海兽 突然钻出来捣乱或是发动攻击 比如此刻 木筏正在海上正常航行 突然 一根触手闪电般袭来 海面上的航行是很枯燥乏味的 但又时刻需要警惕深海中的海兽 突然钻出来捣乱或是发动攻击 比如此刻 木筏正在海上正常航行 突然 一根触手闪电般袭来 啪 小小的木筏 硬生碎裂 木屑四箭 一只宫垫大小的八角海怪 从海中献出一半的身形 布满吸盘的触手在空中凌乱的挥舞 季寒舟踏在飞舰之上 围绕八角海怪盘旋 八角海怪的注意力被他吸引 一半的触手直奔季寒舟 刺耳的音爆声络绎不绝 触手的攻击速度很快 季寒舟遇见飞行的速度也不慢 他如一只轻巧的蝴蝶 精准地在四只触手之间穿梭 滑又有两条触手从水下破浪而出 巨大的浪花拍打在季寒舟身上 干扰他的视线 季寒舟显知又显地 避过一只触手 着急大喊 于师姐 我快撑不住了 来了 季寒舟下意识看过去 就见于招不知何时 踩在八角海怪头顶的位置 从容不迫地点燃一块香饼 刹时间 一股浓郁甜蜜 又带着酒香的气味快速扩散 八角海怪触手的移动速度明显放慢 庞大的身躯也开始缓慢蠕动 扑一道黑色的水柱冲天起 又细细粒粒洒入海中 不一会儿 海面浮起众多海兽尸体 而这时 八角海怪已经完全忘记季寒舟的存在 触手与触手之间激烈地扭打起来 巨大的吸盘和断须在空中乱飞 看起来尤为惨烈 季寒舟忍不住在心中咋舌 于师姐的幻术 他真是看一次 惊叹一次 走吧 他活不了多久了 于招站在新曲出来的木筏上 神态自落地对着季寒舟说道 季寒舟点点头 跳上木筏 这段时日 两人时不时就会被海兽骚扰一下 配合过多次 已经习以为常 木筏重新出发 季寒舟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 心情有些低落 于师姐 你说我们多久才能遇见其他人 虽说能够和于师姐独处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 但他这次离宗太久 又毫无音讯 宗门肯定以为他遭遇意外 忧心不已 何况 大海中除了海水 便是丑得五花八门的海兽 见多了也就烦了 季寒舟只想快点上岸 不想再往海上漂流了 当然 他也不寄希望于于昭能够知道答案 只是想抒发一下内心的郁闷 谁料于昭斩钉截铁地道 就是现在 话落 季寒舟脚下的木筏猛然提速 他一个重心不稳 差点从木筏上栽下去 于师姐 季寒舟的话还未说完 又咽了回去 前方的海面上 有一个芝麻大小的黑点 正在向着溪面移动 季寒舟激动不已 船 有人 他们终于遇到人了 对面船上的人 似乎也发现了他们 行驶的速度有所减缓 于昭见状加快速度 追了上去 一注相后 木筏在距离船舟时 丈远的距离停下 于昭拱手 诸位道友 在下与师弟不屑流落至此 望诸位行个方便 打我们师姐弟二人一程 在下感激不尽 上船可以 但每人需缴纳十块 上品零食的乘船费 否则数不接待 船舟上 一个落三胡 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站出来 大声喊道 十块上品零食 足以买下一百艘同样的船舟 中年男子此举 分明是料定于昭和季寒舟 无法拒绝 趁火打劫 对于昭与季寒舟而言 十块上品零食 并不算什么 但出门在外 小心为上 于昭刻意装作不愤的样子 与中年男子 讨价还价许久 最后中年男子 佯装要走 他才不甘不愿地掏了船费 他先一步上船 目光不着痕迹地环视一圈 船舟上 一共有七个人 两女五男 根据他们各自的站位来看 分成了四伙人 中年男子 和一个约某四十岁左右 风韵游存的妇人 单独一伙 两个举止 亲密的中年男女是一伙 剩下的三个男子为一伙 值得一提的是 船上的七人 竟然都是金丹修士 风韵游存的美妇人 修为最高 是金丹后妻 其他人多为金丹中妻 于昭心底一沉 看来他是上了一条贼船啊 季寒舟上船之后 站在于昭身后一步外的位置 警惕地看着其他人 二位不必紧张 既然上了船 就是我乌老大的客人 我一定会把你们 平平安安送上岸 中年男子咧嘴一笑 又指着风韵游存的美妇人道 对了 忘给你们介绍了 这位是花娘子 金丹后妻修士 最喜欢的 就是像小兄弟这样的英俊少年 花娘子无嘴 笑得花枝乱颤 乌老大 老娘不喜欢年轻俊俏的小郎君 难道还喜欢你 这种长毛的老菜帮子 乌老大哈哈一笑 也不生气 又介绍起那对中年男女 这位是赵贤赵兄 旁边是他的道吕王真 贤抗力间谍情深 令我等好事羡慕 赵贤和王真都不是多话之人 两人微笑汗手 算是回应 那边的三人是龙家的三兄弟 高的是那个龙大 稍爱一点的是二哥龙二 体型偏胖的那个 便是老三龙三了 龙家三兄弟 听到乌老大介绍自己 连转头看一眼的表面功夫都没做 全当他们是空气 他们三兄弟比较有个性 不用管他们 乌老大不以为意 开打着船身 大笑道 至于我就是这艘船的船老大 你们可以喊我乌老大 于昭从善如流 乌老大 尽管还不知道 这些人因何事聚在一起 但显然乌老大 便是他们之中的核心人物 在为撕破脸皮之前 于昭不介意 先与他虚语位移一番 看能不能打探出一些 有价值的线索 乌老大四是很满意于昭的上道 满嘴落腮虎 都遮不住一口血白的牙齿 乌老大 我名于昭 这是我的师弟纪寒舟 我们师姐弟二人 遭遇意外流落子弟 多亏乌老大搭救 于昭感激不已 好说 好说 出门在外 大家都是朋友 不用多礼 乌老大大笑白手 一副豪放不羁的模样 如果没有他之前 趁火打劫的行为 于昭恐怕会真的误以为 这是一个心胸开阔之人 此人言行不一 须当提防 乌老大 不知方不方便请叫一下 接下来你们的船会开往何处 于昭此言一出 立刻感受 自己被几道凶狠的目光锁定 他心中暗道 他们之间果然有秘密 乌老大面上看不出意思 笑哈哈道 没什么不好说的 我这艘船 其实是被花娘子他们承包了 要先把他们送往怒滴滴再回去 你们师姐第二人 就安心地跟着我 我这人最讲诚信 收了你们的船费 就绝对会把你们平安送上岸 于昭微微一笑 听乌老大正说 我就放心了 在于昭和乌老大对话的时候 花娘子摇摆着柔软的腰肢 找到季寒舟身前 娇滴滴道 小郎君 你是打哪里来 长路漫漫 需不需要姐姐我陪你一程 说完 他还朝季寒舟抛了一个媚眼 季寒舟一阵恶寒 想起上一次的遭遇 声音中带上一点嫌弃 你不要过来 花娘子笑容一致 他花娘子行走修真戒这么多年 还没有男人敢拒绝他 他原本只是想调戏一下 小郎君打发寂寞 如今上心之后才发现 这位小郎君的相貌 出奇的俊朗 竟是将他的一众相好 都给比了下去 他的一颗芳心 不由蠢蠢欲动起来 小郎君 姐姐没有恶意 交个朋友可好 不好 季寒舟的回复 依旧是干脆利落的拒绝 花娘子被他接连拒绝两次 面上有些挂不住 花娘子 我这位师弟从小性格内向 还望花娘子不要与他计较 于昭含笑 挡在季寒舟面前 不卑不亢党 花娘子看了看季寒舟 又看了看于昭 吐吃一声笑出声来 我当小郎君 早说不就没这回事了 我 季寒舟被人意外挑破心事 瞠目结舌 不知所措 只是他这副样子 在于昭眼里 变成了被人污蔑 百口莫辩 他心中暗存 季师弟 为了保住你的清白 这口黑锅 你就先认一下吧 多谢花娘子 于昭想着先将花娘子安抚住 等船靠岸后 再做定夺 花娘子走了 于昭心安了 季寒舟 季寒舟快羞愤自尽了 他的耳根红得发烫 一颗心七上八下 碰碰碰跳个不停 于师姐到底信没信花娘子的话 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 为什么还不来质问他 于师姐若是问起 他该不该实话实说 季寒舟陷入无尽的纠结之中 船上再无人说话 气氛很是静谜 又是一天一夜过去 龙家三兄弟有些坐不住了 龙三去到船头眺望片刻 走到乌老大身边 语气不太好地质问道 乌老大 你之前可是说十日的时间就足够了 这都过去半个月了 为什么还没到 龙三兄弟 海上航行意外太多 没人能够保证 时间不会出现偏差 而且船上还有其他客人 稍安勿躁 于昭本来在闭目小气 听到乌老大的话后 他睁开眼 目光恰好与龙三阴狠的眼神撞上 他勾了勾嘴角 回以一个礼貌的微笑 龙三重重哼了一声 扭头回到自家人身边坐下 脸色虽然还是不好看 但心情确实不负先前的急躁了 于昭若有所思 这伙人应该是临时组建的团队 彼此之间都不太熟悉 从于昭上船之后 他们就没有说过话 也没有眼神交流 当然也不排除是在于昭面前作戏 不过于昭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小 因为以他们名念上的实力来看 显然不需要忌惮他和季寒舟 所以只有另外一个可能了 他们所谋知识甚大 不愿意走漏一点风声 他们越神秘 于昭的好奇心就越重 都说南明是一块危险与机遇并存的宝地 他之前在海上近遇见危险 可从来没有收获什么宝物 说不定 这次还要借他们的光 看一看南明之中的宝物究竟有什么 转眼 离龙三文化的那天又过去了三日 别说龙家三兄弟 就连看起来氧气功夫最深的赵贤夫妇二人 也频频起身 查看四周 于昭算算时间 他们在海上航行已经快二十日 比乌老大估算的时间整整多了一倍 难怪他们心腹气躁 乌老大的状态 其实比他们也好不到哪里去 于昭和季寒舟刚上船的时候 他还有心情与他们说笑 此刻脸上长不出半分笑意 眼神凝重如水 乌老大 二十天了 是不是该对我们一个说法了 龙家三兄弟站起身 惊人的气势呼啸而起 赵贤夫妇也看向乌老大 无形的压迫感亲切而去 花娘子束手站在一边 两不相帮 乐得看戏 龙家兄弟 还有赵贤抗力 我乌老大是什么人 你们想来也有所耳闻 我岂是会拿这种事开玩笑指人 十日估算出错 确实是我的不是 我向你们赔罪 但我以性命保证 消息千真万确 眼看惹了众目 再不表态 就是与人结仇了 乌老大先向众人致歉 在赌事发愿证明 自己所说并非虚言 龙家三兄弟 和赵贤夫妇二人商议片刻 决定再信他一回 主要是他们已经在海上待了二十天 若让他们空手回去 他们自己也不会甘心 倒不如再赌一次 赌赢好说 赌输了 还可以拿乌老大泄分 于是 一场风波再次消弥于无形 于昭和季寒舟全程没有插话 却将所有人的一言一行 牢牢记在心里 乌老大等人 在海上航行的第二十五日 他们终于发现 与目的地极为相似的岛屿 大哥快看 我们到了 终于到了 传闻是真的 传闻是真的 哈哈哈哈 啊真 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贤哥 有你在 去哪里我都不觉得苦 有人欣喜若狂 有人恩恩爱爱 于昭和季寒舟对视一眼 接下来就是图穷底线的时刻了 二位 请下船吧 乌老大看着于昭和季寒舟二人 向迷迷说道 于昭站在船板 向外眺望 前方的那座小岛四周 全是陡峭的崖壁 没有可以停船的海岸 所以乌老大选择 将船停靠在 离岛屿十余帐外的距离 船刚平稳停下 他就迫不及待 想要赶于昭和季寒舟下船 王真猝了猝眉 眼中闪过一丝犹豫 赵贤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 又冲他摇摇头 他便垂下眼眸 肩目不言 于昭神情自若 乌老大 这座岛屿是花娘子他们此行的目的地 我和师弟上去 怕是不太方便吧 我们不介意 人多 热闹 说话的人是龙家三兄弟中的龙二 他双目直勾勾地盯着于昭 就像是毒蛇在打量自己的猎物 一股阴冷的气息挥之不去 没错 人越多 我们越高兴 龙三兴致勃勃道 想必花娘子和赵贤夫妇也不会有意见 花娘子娇笑一声 算是回应 赵贤淡淡道 请便 诸位盛情蓝雀 我和师弟就先行一步了 于昭微微一笑 给季寒舟使了一个眼色 季寒舟神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脚尖轻点 率先向岛屿飞去 于昭紧随其后 船上七人亲眼看着 季寒舟和于昭先后落在岛屿上 中途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大喜过望 嗖嗖嗖几道身影争先恐后 直奔岛屿而去 乌老大因为要收船 落在最后 于昭照立先查看了一下岛屿的情况 发现这座岛屿 和他与季寒舟之前 短暂停留过的岛屿大小相差无几 只是这座岛屿上 除了光秃秃的石头外 连根杂草都不见 像是一座死岛 这座平平无奇的岛屿 究竟会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突然 一阵破空声 从他身后响起 他响也不响 脚下灵力涌动 轰 于昭之前所在的位置 被轰出一个三尺剑深的大洞 于昭神色微冷 从另一块山石上现出身形 龙三哈哈大笑 老大 你失手了 要不要我和二哥帮忙啊 龙大面色阴沉 呵斥道 别废话 赶紧把他们解决了 以免夜长梦多 放心 他们跑不掉 老三不以为意 一个金单初期的小娘们 还有一个细皮嫩肉的小白脸 他一只手 就能将两人给解决了 剑龙家三兄弟 旁路无人的讨论如何解决他 于昭四笑非笑的看向乌老大 乌老大 你之前不是说过 要保证我和我师弟的安全吗 当初的话不做数了 乌老大眼中闪过狡诈之色 我只说将你们平安送上岸 可没保证过 上岸后会发生什么事 妖怪只能怪你们自己不长眼 偏偏上我乌老大的船 我们可是交了船费 那又如何 我不是把你送上岸了 至于保住你们的命 那是另外一个价钱 于昭和乌老大 你一言我一语的争论起来 除了戒寒中 谁也没有注意到 于昭宽大的袖子中 有一缕青烟鸟鸟身套 行啊 乌老大 不必和他多说 赶紧将人解决了 还有正事要办 龙大眉头紧皱 不耐烦说道 也不知是不是太过紧张 自从上岸后 他就有些心神不宁 现在听到两人的争论 更觉心烦气躁 乌老大应了一声 又想到什么 几没弄眼的问花娘子 花娘子 要不要把季寒中留下来 花娘子呸了一声 滚蛋 别以为老娘不知道 你在想什么 乌老大哈哈一笑 下一刻 脸上的笑意一扫而空 神色猙獰 目录杀鸡 对不住了 二位 让我来送你们最后一程吧 说吧 他双脚蓄了一灯 身子猛然消失在原地 一个住击后妻而已 谁都没将他放在眼里 季寒周在与于昭的朝夕相处中 已经深刻领悟到 于昭幻术的诡诀之处 他此时冲上去 不仅帮不上忙 反而还有可能拖后腿 所以他没有为了 所谓的男子尊严 而贸然上前 反而找了一个 尽可攻退 可守的位置 观察战局 本命飞剑在他手中颤动不停 花娘子和赵贤夫妇没有出手 倒不是他们三人心存善意 而是认为 有龙家三兄弟和乌老大在 解决于昭绰绰有余 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于昭的年纪看起来不大 实战经验十分丰富 在四人的围攻之下 躲闪起来仍然游刃有余 龙家三兄弟和乌老大感触最深 心中暗呼邪门 明明他们的攻击 都是朝着于昭去的 但在最后一刻 于昭总是能够精准地躲过去 看起来倒像是他们故意放水似的 先停手 龙大率先叫停 继续下去 能不能伤到于昭不好说 他们的灵力会被快速消耗 极不利于他们接下来的行动 龙二和龙三面色不甘 但还是一眼住手 乌老大外表粗犷 心眼子比筛子还多 龙家三兄弟一停手 他也顺势退后 眼神闪烁不停 龙大 花娘子 赵贤夫妇 你们是准备坐享其成吗 赵贤夫妇二人面色微变 花娘子不客气地冷吃一声 自己没本事 别往老娘身上泼脏水 老娘怎么会知道 你们三兄弟连个实力 不如你们的小丫头都搞不定 一样落枪头 花娘子 你别以为你是女人 我们三兄弟就不敢打你 龙三暴怒 你来啊 当老娘怕你们 老娘三挑衣的时候 你还在你娘的裤裆里 你敢骂我娘 我杀 闭嘴 龙大邪逆 龙三一眼 现在还不是内讧的时候 他们这群人本来就是阴厉而聚在一起 迟早也会阴厉而分 那也是之后的事 眼前最要紧的是杀死这个邪门的女人 龙三愤愤闭上嘴 一双阴厉的三角眼 却恶狠狠地盯着花娘子 还冲他比了一个歌喉的动作 花娘子嗤之以鼻 虞招站在高处 将众人的神情尽收眼底 嘴角扬起一抹 不易察觉的糊涂 岛磊往往是从内部被攻破 好戏快开场了 有乌老大帮着打圆场 又有共同的敌人 龙三和花娘子的矛盾暂且压下 七人开始计划如何除掉虞招 被他们忽略已久的季寒舟 终于有了存在感 我们六人联手对付虞招 龙三去抓季寒舟 龙大提议道 花娘子撇了撇嘴 那个小丫头 交给我一个人 对付就够了 你们去解决另外一个 花娘子 虞招没你想得那么简单 乌老大劝道 哼 花娘子不屑地冷哼一声 我倒想看看他有多不简单 花娘子在七人中实力最强 见他坚持 其他人也不好反对 于是七人准备兵分两路 花娘子去对付虞招 剩下的人去抓季寒舟 等抓住人后 就借他来威胁虞招 若虞招不吃这一套 就先杀了季寒舟 再合力围攻他 任于招三头六臂 也绝对别想活着走出这里 他们谈论时毫不遮掩 于招和季寒舟 将他们的计划 一字不落地收进耳中 季寒舟修奋得握紧拳头 在天剑门中 他是被寄予厚望的天才弟子 无数同能仰望的存在 然而在这里 他是拖累 是他们用来威胁于是姐的软肋 实力 他的实力还不够 只有强者才能迎来真正的尊重 就像于是姐一样 所有人都在绞尽脑汁对付他 没有人会在意自己 于招面上波澜不惊 但心中也暗暗提了一口气 他的幻术之所以无往而不利 依仗的是他超脱修为的心境 与强大的神魂 两世为人的经历 使他的神魂力量 比同等修士强大数倍 因此 他们一旦陷入他不下的幻境 就很难挣脱 然而 此时站在于招面前的敌人 不是一位 而是整整七位 施展幻术所需要耗费的神魂之力 更是巨大 他也没有太大把握 能够让七人同时陷入幻境 所以 他并不准备以一己之力 同时对抗七人 而是采用老办法 借刀杀人 他双手快速掐绝 打出一道无形的浮印 随后 他双手往花娘子的方向一推 花娘子似有所感 抬头飞快扫尸一拳 一无所获 下一刻 浮印无声无息地融入花娘子体内 他焦躯一颤 眼前有一瞬间的模糊 他轻轻眨了眨眼 再一看 如花朵般娇艳的唇半 不由轻轻颤动起来 顾狼声音如气如素 饱含无尽的忧怨 赵贤不明所以 顾狼 谁是顾狼 出于女人的直觉 王真的敏锐地察觉到 花娘子看赵贤的神情有益 他下意识上前半步 挡住花娘子忧怨的眼神 同时回头瞪了一眼赵贤 赵贤愈发摸不着头脑 顾狼 他是谁 你久不来见我 原来是在外面 被别的女人勾去了魂 花娘子神情落寞 看赵贤的眼神 就像是在看一个 狼心狗飞的父亲人 花娘子慎言 贤哥是我夫君 赵贤夫妇同时说道 你竟与别人极为道理 顾元晨 你对得起我吗 花娘子的面容瞬间争鸣 神情间还有一丝癫狂 顾元晨 以为赵贤和花娘子有一腿 袖手在旁边看戏的 乌老大和龙家三兄弟 终于发现不对劲 花娘子 你认错人了 他不是顾元晨 乌老大皱眉 闭嘴 我和我的夫君说话 哪有你插嘴的份 花娘子立身呵斥 油闲不够 挥袖甩出一道灵光 砰 乌老大举起一把大斧挡下攻击 仍被俱立 震得连退束步 他瞳孔一缩 花娘子居然是来真的 他疯了 赵贤夫妇也悚然一惊 他们都是活跃在南明城附近的散修 彼此之间都有所耳闻 花娘子容貌出众 但比他的容貌更出名的 是他狠辣的手段 以及不容智慧的实力 他们夫妇二人与花娘子对上 绝对讨不了好 赵贤急道 花娘子 我不是顾元臣 我是赵贤啊 王真 花娘子 他是我的夫君 你认错人了 顾元臣 你到现在还在欺骗我 我花子言平生最恨人骗我 你既不愿当我的夫君 就去死吧 花娘子惨然一笑 随后右手掐掘 大喝道 百花 无数花瓣自空中幻化而出 花娘子张口又喷出一股灵力 杀 刹那间 花瓣幻化成一把把粉色的小剑 朝着赵贤急射而出 浓郁的杀气 弥漫在天地之间 声势惊人 王真其实并不在花娘的攻击范围内 他若及时闪开 绝不会受到波及 可他没有走 并照出自己的本命法器摇琴 指尖在骑上快速拨弄 射出一道道音符 赵贤则反手从袖中掏出一只笔管金银的毛笔 在空中快速画出一个字符 在落下最后一笔时 他一掌派在胸口 噗 血液被字符快速吸收 然后急速扩大 花瓣形成的小剑与音符不断碰撞 发出砰砰之声 剩余的花瓣小剑落在血色字符之上 骤然融化 消失不见 整个过程足足持续了小半炷香时间 但花瓣小剑完全消失时 赵贤和王真已面无血色 略显疲态 乌老大 龙家兄弟 请出手助我们一臂之力 赵贤大喊 花娘子名不虚传 他会挡不住了 乌老大和龙家三兄弟有些犹豫 他们和赵贤夫妇又没有多深的交情 还是竞争对手 犯不着为了他们和花娘子对上 花娘子已经疯了 难道你们以为他会放过你们 别做梦了 王真的话提醒了龙大 花娘子之前还好好的 怎么会在上岛后 无缘无故将赵贤当作他的故郎 明显是有人在暗中搞鬼 他猛然看向远处的虞昭 谋中杀意浮动 是你 虞昭笑而不语 龙大对虞昭的忌惮 陡然攀升至顶峰 死女绝不可留 乌老大 你去帮赵贤夫妇 老二 老三跟我一起上 不惜一切代价 多杀了他 龙大是龙家三兄弟中的智囊 他做的决定 龙二和龙三都会无条件服从 三兄弟化作三道红光 向于昭快速逼近 乌老大犹豫一下后 选择听从龙大的安排 帮助赵贤夫妇二人 他其实有自己的思量 七人中他实力最弱 赵贤夫妇遭殃后 下一个就该轮到他倒霉 倒不如先合力 解决一个最强的 也能多一分胜算 龙大 龙二 龙三 是一亩同刀的三兄弟 零根相同 修行的也是同一套功法 就连使用的法器也一模一样 三人脸上露出如出一辙的残忍笑容 手臂一甩 三把黑中泛红的残月弯刀 呼啸着向于昭洗去 充斥海星味的空气中 又多出一道血腥气 于昭眉头一皱 身形向后暴退 右手王楚无弹一拍 一打龙符落于手中 财大气粗的于昭表示 他并不是只有一种攻击方式 他双手一扬 龙符如天女散花般四散飞去 而在灵符的遮掩之下 一块块不起眼的香灰也随之飞走 爆 所有灵符被瞬间引爆 一团刺目的金光瞬间爆发 一重重汹涌的气浪 快速向着四周扩散 突起的山石 瞬间一味平地 无数尘烟在气浪的裹鞋下 拍向龙大三人 浩浩荡荡 这天蔽日 三人又惊又怒 转身仓皇而逃 就连打得正火热的花娘子等人 也被这边传来的巨大动静吸引 纷纷投来目光 龙大恨得牙痒 这个女人究竟是什么来头 随手就能用掉几百张灵符 她虽为金丹修士 却无门派家族可以依靠 积蓄少得可怜 看到于昭不拿灵符 当前的豪奢做派 极度的火焰 几乎快将她的理智燃烧殆尽 好在她依靠着过人的毅力 将邪念遏制 但她的两个弟弟 在她的保护下 心智明显不如她坚定 龙三之前 本来就因为花娘子 而生了一肚子的闷气 此时又被于昭的幻术引诱 女儿立刻占据上风 她看着大哥和二哥的背影 目光闪烁了一下 竟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 突兀 弯刀穿透胸膛的声音 几乎微不可查 龙大也确实没有察觉 直到听到老二痛苦的哀鸣声 她转过头 目自尽裂 老二 龙二低头看着穿胸而过的刀刃 又抬头看了一眼龙大 张开口想要说什么 鲜红的血液从她的口中涌出 她的眼神渐渐暗淡 手指无力的锤下 龙三拔出刀 将龙二的身体一把推开 脸上是不以为意的弹幕 龙大痛心疾首 老三 你在做什么 他是你哥哥 龙三面色如常 大哥 我早就受够了一份 资源三个人分的苦日子 二哥的天赋不如我们 早就该退出了 天又不自觉 我这也是 为了我们兄弟二人以后的前途着想 龙大浑身发寒 龙三的表现很反常 但说的全是他的心里话 他早就看老二不顺眼了 只是平时有自己的压制 只敢偶尔抱怨几句 不敢做出事格的事 而这一次 于昭将他心里的磨念全部诱发 压过了理智 所以才会做出如此激进的事 于昭 龙大满脸猙獰 五官扭曲 心中的恨意如海浪滔滔不绝 他不肯接受龙二是被龙三害死的事实 将一切罪过都归结于于昭身上 他双目赤红 呼吸粗重 伴随着胸膛的剧烈起伏 视野也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变形 眼前的景象不断重叠 他看见于昭握着他弟弟的暗月弯刀 一步步向他走来 啊 于昭 你该死 他挥舞着暗月弯刀向前逼近 锋利的刀芒疯狂倾泻而出 划破空气 发出一连串的锐笑声 龙大神态癫狂 每一刀都用尽全力 再看于昭 面色慌张 连连后退 毫无还手之力 趁他并要他命 龙大再次欺身而上 手中的暗月弯刀挥出残影 眨眼间便又是树道 刀芒脱体而出 鲜红的血液溅在他的脸上 他深舌一舔 随即大笑 欲战欲勇 连受伤也浑然不绝 赵贤夫妇和吴老大 还沉浸在龙三杀死龙二的震惊中 就看到龙大突然发狂 挥着刀将龙三一刀一刀砍死 任凭龙三如何呼唤 也不为所动 死 三人倒吸一口凉气 莫非是这座岛上有古怪 凡是上岛的人 最终都会因为神智癫狂而死 那他们又过了一会儿 龙三倒下了 龙大用刀撑着身体 摇摇欲坠 嘴中念念有词 老二 我为你报仇了 很好 你可以下去与他们团聚了 龙大迟缓地抬起头 眼前最后的画面 是一抹惨白的刀光 砰 于昭手指一勾 龙大腰间的储物袋落入掌心 他将三个储物袋随意塞在袖袍中 抬眸看着花娘子几人微微一笑 几位 做个交易如何 我对藏在此处的宝物也颇感兴趣 杀鸡儆猴 乌老大几人脑中同时闪过这四个字 同时 他们对于昭的惧怕 深深落入骨髓 什么叫真人不露相 说的就是于昭啊 一个金丹初期 竟然不会吹灰之力 就解决掉两个金丹中期 一个金丹初期 还没有伤到一个毫毛 这是怎样一种可怕的实力 这时 乌老大三人想到什么 连忙看向花娘子 花娘子的脸上 不见平日的轻浮 与刚才的忧怨 而是混杂着严肃与忌惮的神色 显然已从幻境中挣脱出来 赵贤夫妇大松一口气 他们可不想再被花娘子缠上 你们之前和龙家三兄弟结盟 现在不过是将盟友 从他们换作我们 不影响结果 于昭见他们不说话 不急不许说道 乌老大等人在心中暗存 这怎么一样 你一个比他们三个 加起来还要难缠 别看他们七人成群结队 来到这座岛屿 等离开的时候 得说七个 能有三个走出这里 都算不错了 龙家三兄弟 看似实力强劲 却是最有可能最快出局 而于昭加入 结果会大大不同 谁也不知道 于昭什么时候 会在什么地方施展幻术 他们到时候 也许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拒绝于昭 开玩笑 龙家三兄弟都躺在那里了 他们难道还想步入后尘 我同意 花娘子是第一个 开口表示赞成的人 在亲身经历过于昭的幻境之后 他实在是不想再与于昭为敌 甚至还萌生了一种逃避心理 他现在都不敢与于昭对视 生怕一个不小心 又着了他的幻术 赵贤夫妇对视一眼 我们也没意见 乌老大独牧兰芝 只能表示接受